今天早上的體重 你猜多少 72.1 在我的7mL以前呢 我的體重大約是在78.1 總共增加了3公斤 其實我已經穿衣服了 所以我懶得再撐一次了 不過現在這個體態就是這樣 線條呢 消失了差不多 感覺有點難過啊 說實在的 因為昨天那一頓7mL 真的是沒有好好的控制到 不過現在還有6週又6天 所以我接下來我一定要好好用的V 就是因為昨天那個氣流 我覺得是有點太超過了 那現在我要準備去練腿 先把腿練完 然後呢 回家休息一段時間後呢 我要再接著去做上肢 做完上肢後 還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去做油漾 OK 那因為今天下午大概4點半的時候有事情 所以 先把腿練完 然後還有時間的話 再把胸帶一帶 然後再做油漾 那其實之前我已經斷食過100小時 所以我知道那個斷食100小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肌肉量基本上是不會下降太多 那 我現在最主要就是希望 讓我的體重回歸到正常 因為 第一個我真的覺得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教練 我覺得比賽越來越捷徑 我覺得是需要用一些比較極端的方式 我昨天真的實在是吃太多了 第一個 我的腰帶呢 我現在扣到倒數 第二個 有點吃力 之前是可以扣到最後一個 現在看到扣到到最後一個就開始吃力 然後現在是空腹的狀態訓練 先練腿 就感覺就是力量滿滿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做第一個動作 先做後勾腿 然後後勾腿我做的方式呢 我會先做10下 是完整的行程 然後做完10下完整行程後呢 同樣的重量 不再做半個行程 OK 用意在於就是 有的時候我們是在完整的行程的時候 尤其是在放下來那一段 也就是說我們在離心的時候呢 其實還有很大的肌力 是還沒有用盡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要 把這個整個訓練呢 盡量的讓肌力完全用盡 所以10下是完整的行程 接下來的10下呢 是一半的行程 我示範給你們看 就像剛剛那樣子 10下完整 再接下來同樣重量 只有半個行程 這個動作四組 總數的話是20下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繼續接下來做另外一個 也是後腿 然後臀肌 還有下背的一個訓練 現在我的後腿呢 真的是緊到不行 剛剛拉筋不太夠 然後下背也蠻酸的 那我想到我其實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做D-Load 所以接下來這一次 練腿呢 還有下一次 所以就是說今天晚點的時候 練胸 我應該也會用D-Load的方式 就是減量訓練 讓我的訓練量呢 大概維持在原本的70%左右 重量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動作 我們現在是要練羅馬尼亞式硬舉 羅馬尼亞式硬舉呢 我們做的時候 就是不會讓槓鈴碰到地面上 基本上它跟硬舉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 它槓鈴不落地的情況下 它大概就是超過你的膝蓋 然後當超過膝蓋以後呢 你會發覺你的下背 還有你的骨二頭 會有達到很大的機械張力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順勢的站起來 順勢的將你的髖關節往前推 然後讓你的骨二頭收縮 這動作我們是會做12下 然後也做4組 所以等下你看我做 我們就把這動作盡量做到最標準 完成 然後我不會把它做到力竭 因為我們今天做減量訓練的方式 目的就是不要做到力竭 就是這個動作 當你發覺 你的槓鈴超過膝蓋以後 漸漸的越來越多 這種下背的壓迫感 那表示說 你的槓鈴降的位置有點太低了 你要抓到一個位置是 剛好你的槓鈴落在膝蓋以下 最大的張力是在骨二頭 然後再順勢的站起來 再按這個動作 我們要做後面這個 X squat 然後一樣我們做4組 一般來說我重量的話 大概會做到5片左右 那我現在後面的放的話 大概就是2片 因為想要減量訓練 然後我整個4情況 等下到3片這樣子 那我們一次做就做10下 只做3組 3組 後面算蠻輕鬆的 順便跟你講一下 這個腳要放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腳放的位置呢 一般來說我會把它放在大概中上的位置 大概這邊 你可能要自己抓一下啦 因為每個人的腳大小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這樣最舒服的 中上的位置 然後我的腳的腳到外圍呢 會稍微在這個platform的外面一些 然後我的腳是朝外 有沒有 是朝外這樣子 所以我等一下下去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位置 OK 差不多這樣子 給你看一下 剛剛的動作喔 每一下要點喔 站起來之後 你的膝蓋一定要往外推 就這樣 往外 你膝蓋內區的話 一定會牽扯到你的膝蓋的肌腱 會讓膝蓋受傷 所以每一下上去 每一下離心和向心的行程 都要想像 你的膝蓋旁邊 有一道隱形的牆 是一直不斷的 去往膝蓋裡面擠啊 這是為什麼有些人會帶 會帶這種 翹臀圈啊 或是助力帶 去綁住你的膝蓋 那你的膝蓋呢 會一直不斷接收到外力 所以你會一直不斷往外推 它也可以啟動你的臀肌 所以你做這個動作 不管是深蹲硬舉 或是壓腿 都一定要切記 要將你的膝蓋往外推 OK 才不會受傷 現在到了主地的動作 因為後來有人在做 壓腿 所以我先來做 骨勢頭的屈伸 然後我現在電子只剩兩格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錄完 還有電量的話呢 我們再把那個 壓腿的把它練完 我們呢 訓練原理呢 其實都是 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專攻肌肥大的話 第一個 最重要就是肌肉感受度 沒有肌肉感受度的情況下 你不知道該怎麼樣 讓肌肉發力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訓練到那塊肌肉 也就是說 即使你今天可能可以 動作完成 然後用很重的重量 但是你會相對的借用到 身體各方面其他的肌肉 去做代償 去完成這個動作 那這樣相對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很精準的訓練那一塊肌肉 所以訓練原理是一樣的 我先給你看這個 練腿的菜單呢 其實跟我接下來 7月11號要推出的訓練計畫 裡面的菜單是非常相似 訓練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 該怎麼樣做每一項動作 去達到最好的肌肉效果 最好的肌肉成長的效果 都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要做的這個呢 就是腿屈伸 我們要練股四頭 就是我們大腿的前側 所以等一下我們每次做一下的時候呢 在頂峰的時候呢 都會刻意的收縮一秒鐘 然後再慢慢的 放回到原來的位置 一組呢 我們要做15下 快沒電了 希望可以把他錄完 剛剛才練完腿部的訓練 還蠻快的 因為今天是低了 然後呢 我接著馬上要去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現在回到家 因為現在斷食嘛 其實我覺得也不太需要吃些什麼東西 那我現在回到家吃的原因就是 要第一個補充水分 因為我現在每一天呢 要喝到10公升的水 那我現在這個 MyProtein這個大桶子呢 這個大概是3.78公升的水 也就是我一天大概喝到2.6罐 很忙啊 不知道誰打過來 等一下喔 好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2.6罐 剛剛我今天早上已經喝完一罐了 好 今天下午的時候 晚上啊 今天晚上有個晚宴 然後呢 我應該會跟一些 在社會上 算是大老闆 然後他們也是 非常有成就的人碰面 一起吃飯 那我是受邀過去的 非常榮幸 那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該穿什麼 那我本來是跟我說 我不要穿這個 不要穿背心嘛 因為我等一下馬上去運動 所以我先把背心穿著 運動完後呢 我再換個短袖 那褲子的話 他就沒有說 要穿什麼褲子 還是褲子隨便穿 秋鞋的話也是 所以我下面就搭這個 這樣應該OK吧 反正我就是帶來運動潮流界的 就是自垮而已 稍微比較不太一樣的感覺 然後呢 希望可以有一個 good first impression OK 所以我現在馬上去一直訓練 訓練完後 馬上趕到那邊回去 到我今天晚上的地點 剛停車 然後 現在在找入口 現在不知道什麼樣的情況 這邊看起來就不太像是我來的地方 不過今天我來了 哈哈 那個 粉絲 粉絲嗎 背賽加油 這個要不要接拍一下 謝謝你 不會不會 加油 辛苦你了 謝謝 掰掰 好 遇到粉絲欸 好神奇喔 謝謝你 哈哈 據說今天還蠻有好吃的東西 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好 我今天過來這邊呢 就是要來看M8的發表會 然後呢 等一下會場應該是要從那邊進去 然後 今天 除了要看M8以外呢 還要看BMW其他系列車 我應該沒有講錯 我不知道我是跟人家來的 所以說 我來這邊呢 就是拍一些畫面給你們看 然後 吃點好吃的東西 享受今天晚上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 今天就是 原本是以為是要斷食的方式 但 教練一直跟我說 我還是可以照常吃啦 所以我就把 一整天的熱量 留到 今天這一餐吃 今天這一餐呢 就是一些米其林的 好吃的道餐 所以後面的蠻酷的 我朋友我現在心情很... 他心情很不好 那如果 不把你的臉上去就好啦 你要帶豬頭 是不是幫我拿掉 沒有就不上你的臉就好 這樣可以接受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好這樣可以接受 他說我國小朋友 好好笑的是 我們國小朋友大概 等一下喔 可以看一下這邊好了 這個蠻酷的 蠻酷的一個裝飾 招式 這邊應該是水球的 我今天就是一個土包子 大家來看一下 BMW M8的發展灰 是長什麼樣子 可以錄你嗎 可以訪問你嗎 你要享受嗎 你覺得一個身為BMW的接待一個 需要去衛星的條件嗎 我們只有Bitching 一天而已 就只有這個活動而已 對這個活動而已 還你要接其他的活動 對啊我們平常會接其他的活動 喔 所以說你會接其他的案子 對不對 對啊我們都是case by case case by case 我們這一行的人都是這樣 喔 那穩定嗎 看個人吧 嗯 就看你會不會接很多活動 你平常有在運動嗎 沒有 完全沒有運動 那你怎麼樣保持生產 少吃一點 少吃一點 沒有啦就是 不吃宵夜 怎麼可能 就是誰不吃宵夜就可以這樣 就是晚餐早一點茶 然後不吃宵夜 因為我也沒在勁啊 所以你也不會想要嘗試運動 然後幫助人 可能讓生產 比較好維持這樣 都還不需要 這個也可能想去健身法 真的嗎 想去學Boxing Boxing 你有想要嘗試像是重量訓練的東西 就可能想要找個教練 應該會想找教練 那你平常有在看YouTube嗎 很少 真的假的 我看YouTube都是放音樂的 所以你也不會看像是呱吉啊 或是YouTube網紅 你都不知道是誰 哇 所以你是YouTuber嗎 我算是YouTuber 但是我還沒有預告 我真的沒有看YouTube 你是是蠻特殊的啦 因為大部分都是看YouTube 因為平常我都在直播 所以我直播 喔你說直播的 會放音樂 我會放音樂就是看YouTube網 直播很累 不要一直講話 就是要一直說話 然後還要唱歌 還有表演才藝 我沒有才藝 沒有才藝嗎 那就是唱歌 不是聊天的 好啦那先不打擾你 等一下還有時間再訪問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我今天來到這邊呢 除了看車以外 我也想要 就是多認識一下 這邊的人 因為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就是 跟你最靠近的五個人 會是影響最深的人 我是覺得 我周遭的話呢 有幾個 影響我很深的 然後我也會希望 跟這些人一同成長 那我覺得在這個場合呢 可以遇到很多 比我成功 太多太多的人 像我剛剛跟有一個 在做傳播的人聊天 然後這個老闆呢 他就是在大陸拍戲 然後稍微聊了一下 但是沒有聊到太多 所以我希望 晚點的時候 如果有時間 可以跟這些人交流的話 我會希望盡可能的 佔用這些人的時間 多了解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一定很多地方我可以學習的啦 但是就是多 吸收一下他們的經驗 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好 我覺得我進來 好像是 剛睡醒一樣 穿一個T-Shirt 然後穿一個 穿一個棉褲 穿一個球鞋 but you know what we don't give a fuck 我們來看車的 車最重要 在我眼前這台呢 這台是新的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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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ster yo check this ou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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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看起來好像是糖 很好 但其實這是鹽巴 我剛用力的填下去一下 最後快要閒死 然後呢 這是今天晚上的餐點 米其林餐點 它那個完全不會很dry 我就盡量吃吧 就是盡量看我可以吃什麼 因為我今天的熱量 基本上都還沒吃 所以大部分應該都給你吃 我就盡量讓脂肪提一些 這樣子 那還好沒有聞到 那還好沒有聞到 剛剛好 剛剛好 我覺得就是要這樣 先生請問願意買嗎 還好 我覺得 不能吃完 但是 出來就尷尬 出來就不要拍家 因為出來真的是 就比較狼狽一點 來我們請經理示範 經理示範 經理示範 哎唷帥氣 也要順了 好 出來出來出來 哎唷 哎唷 這要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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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哎唷 可以啊 我們現在結束今天BMW的展示行程 剛剛呢 也吃了非常好吃的米其林餐點 然後呢 也看了一些 接下來我們要推出的 M850 還有750 還有 i8 也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主要來這邊看就是 看看這邊的氣氛是什麼 然後這邊的人 剛剛呢 跟一些老闆聊天 雖然沒聊到太多啦 因為其實真正可以聊天時間蠻少的 大家都在吃飯 大家都是 就是坐在自己的桌子那邊聊天 不過就是 還是很謝謝 我旁邊這個朋友 然後讓我來這邊有這個機會 連我剛剛在外面抽菸的時候呢 都有遇到今天表演舞蹈的這群舞者 所以也許將來呢 差一個我們可以跟這些舞者 做一些配合 讓我們的產品 穿在這些舞者身上 然後展現變成是一個藝術品 做一個 一系列的行銷影片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今天來這邊是非常值得的 那我們現在 在等 他們要給我們的小紀念品 等一下 他們做好的時候給你看 不過 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非常感謝BMW 還有我朋友 還有各位長輩 邀請我到這邊來 在還沒有買到任何BMW的車 以前呢 這邊聽說要買很多很多台BMW 要成為VVVVVIP才能進來的 所以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榮幸 然後謝謝你們 OK 買車的話呢 請找這位大哥 大同經理 大同下售旬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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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好意思 舒適先生 對 不過想要買車的話呢 在台灣去的話 都可以找這位經理 OK 那也謝謝經理 讓我今天進來 真的是很棒的體驗 謝謝 你的是其 也是啦 是嗎 看看 喔 不會來啊 這是威士忌杯的 讓你回去繼續喝 喝一支 OK OK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另一個 看另外一個 喔 你不能入鏡 算了 算了 我已經放棄了 你今天長得好棒嗎 我其實他長得很醇 其實每天長得好棒 這VM刀就送了嘛對不對 剛剛他幫你壓力一點 對 然後他一個 和威士忌的杯子 很有口感的一支 非常有口感 有聲音嗎 有吧 我剛到家 現在大概是晚上1點半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晚呢 因為 我剛剛參加完那個 BMW的 新車發表會了以後呢 那時候大概已經11點多了 其實我今天一整天 吃的東西不多 就是 你剛剛看到的 晚餐那個 那一餐米其林的 小套餐這樣子 其實我吃完了以後呢 也沒有感覺到 肚子特別飢餓 其實我在吃以前的時候 也沒有覺得肚子特別飢餓 我原本打算是要用斷食的方式 就是過一整天 不過 我教練是跟我說 沒有必要這樣子 因為畢竟我的體重上升 滿正常的 奇便餐吃下去 本來就會讓身體出水 本來就是會 體重上升 所以他要我就是 接下來說 回歸正常 每一天一樣 55分鐘有氧 然後攝取 125克碳水 然後蛋白質 255克 脂肪20 他接下來也會希望我 開始去算 我每一天所攝取的鈉含量 所以我會從明天開始算 我是不太清楚他要我算 那含量的用意是什麼 我猜 可能是已經到一個程度 是需要我 要慢慢控制 我的鈉的攝取 所以接下來說 我的水分不會出了這麼多 那同時他也告訴我說 每一天 從今天開始要喝 10公升的水 所以 我現在就是有這罐 MyProtein的大水壺 那這一罐呢 這個水的含量呢 是3.78公升 也就是說 我每天大概要喝 3到4瓶左右 所以這個從明天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喝3到4瓶 基本上 這個是不會離手的 那 差不多跟你報告一下 現在的情況 距離比賽呢 就像我們今天早上說的 還剩下6週 又7天 我的比賽呢 是在8月17號 而且今天也開始報名了 是蠻緊張的 應該不是緊張啦 應該是蠻興奮的啦 因為已經差不多 快要比賽了 那 接下來就真的是 要好好控制飲食 然後 在某方面的話 就是盡量去調整 即使累的話 要想辦法去克服它 這樣子 也是因為 今天的時間特別晚 就是今天這個活動 結束時間特別晚 那我也是在台北 最近的一家監工 就在信義 因為那時候我參加的地方 在內湖嘛 我就去信義場 然後把油養做完 然後做到最後一刻 他們都關燈了 我還剩下5分鐘沒有做完 不過我盡力了 所以說 明天又是個全新的開始 我也蠻期待 明天體重的變化 現在一點也不餓 可能還有很多熱量沒有吃 但我決定不吃 因為我現在在堅持 所以那就 看看明天體重怎麼樣 接下來幾天呢 我看體重的數字 我就是平常性對待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我不會去想太多 反正我知道接下來這七週 可以改變很大 OK 所以就是我要自己有耐心 然後我也會盡量跟你們分享 好 所以說這就是我認為 如果你今天七變三吃太多 體重突然上升的話 我的心態應該要怎麼樣去看它 就知道說這是正常的情況 只要接下來繼續保持 回歸到正常 體重勢必就會一下降 OK 不用想太多 也盡量不要用太極端的方式 反而會造成一些煩效果 就是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希望你喜歡今天這集的內容 那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讓我知道 馬上進入被賽的時間 會講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像是接下來我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怎麼學Posing 還有很多人想要知道 關於說賽前的脫水啊 或是賽前的補碳 這個東西可能會在更後面的時候講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那個時機 但是我覺得Posing的話 可能很快接下來幾集 就跟大家分享 OK 因為現在時間晚了 所以沒辦法講話 講得很大聲 我第一次還在睡覺 所以說 那今天的vlog呢 就先到這邊 OK 所以 再次謝謝觀看 我們下次見 Peace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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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